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 包括一宗本地不明源頭個案 新增的一宗不明源頭個案 是29歲從事工程工作的男人 他住在元朗採業亭 在例子過600宗森工作 有十幾位同事 一個星期也會有兩三天到西環創業商場地盤工作 有四十幾位同事 他們都要留樣本 另外有少於10宗的初步確診 包括一個76歲的的士司機 住在沙田御田園 他星期三咳 昨天氣喘到急症室求醫之後確診 早前尼敦道裝飾倫敦廣場 一個夜間保安確診 一個50歲的夜間保安初步確診 他們沒有接觸 衛生防衛中心估計 是更衣室有環境污染 他同住的82歲退休人士也都初步確診